本集节目是由韩国扁康丸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 今天我们这集节目是由韩国的扁康丸赞助播出 那我们感谢扁康丸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重点主题 今日主题,习近平独霸称帝 中国变成西朝鲜帝国吗?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这次中共二十大的结果是习近平大获全胜 那不但没有海外传言的习下礼上,倒战下车 反而是七个常委全部都是习的人 那原本被认为有希望留任常委的李克强和王阳 也通通毕业退休了 那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观察与推测是对的 我们先前讲过 有些朋友对我们不讲习下礼上 还说习惠连任觉得很落后很不满意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 我们节目在做一切的分析与推测的时候 主要是凭着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靠事实 我们都是靠着事实来分析 尽可能地找到证据提出证据 不轻易相信那些没有证据的爆料或者没法查证的传言 那第二个是靠经验逻辑 我们从过去的经验逻辑来研判 这么密集的海外爆料 很可能都是同一个派系来源 而且很可能是他们在党内落局下风了 所以才要在海外来密集报假料 发动舆论战来做最后一搏 那第三个是靠良心 我们都知道,耸动惊人的爆料可以带来点击量 可以带来围观的人潮 那平凡的事实呢,反而大家是兴趣缺缺 但是啊,我是新闻人 那新闻人就是要尽量地求真 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凭着良心对观众负责,对读者负责 那我们就是靠着这三个原则来观察世界分析局势 所以我们一直说很多爆料不是真的 那也分析给大家看了 那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分析应该是还可以的 当然,这次二十大的结果绝对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整个共产党体制解体下台 还给中国真正的自由、人权与民主 好,今天我们来讲习近平的新领导班子 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这次中共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低破所有人的眼镜 就像打麻将一样打成了青一色 那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马或者亲信省位 那换句话说,习近平真的是完全的大权独揽、一尊独霸 不但打破邓小平定下的家规,打下了第三个任期 他还打破了中共过去的集体领导制 把党内其他派系扫平了 那整个中共领导班子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而且最引发争议的是 他还当着国际媒体的面,把胡锦涛请出了场外 那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胡锦涛为什么被请走 但看起来不像是官方后来说的是健康有问题 因为胡锦涛走路相当稳健 反而像是因为政治因素被不情愿的带走 那从其他媒体拍到的照片来看 胡锦涛疑似要打开桌上的文件 但是被栗战书阻止了 那胡锦涛还是想要打开 让栗战书很为难 所以习近平叫人过来把胡锦涛给带走了 那不管这起事件是故意安排的 还是意外发生的 但是毕竟被国际媒体全程拍到了 这等于是对外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 只有习大大说了算 那其他派系或者老领导 统统都无权干政 同时这也是在敲打党内的其他派系 说胡锦涛虽然对习有恩 但是都可以这样的不留其面的给请走 所以其他派系的人马如果谁不听话 那后果自己想象 简单说 习大大在登基加冕的这两天 先用胡锦涛事件来个金正海内外 那隔天再推出清一色的七常委名单 来为他的习王朝破旧立威 只是在我看来 习大大的习王朝虽然缔造了他个人的权力巅峰 但是整个中国却将走进西朝鲜时代 也就是整个中国会走向高度极权 高度孤立的朝鲜化与封建化 那中国将变成西朝鲜帝国 怎么说呢? 这就跟习近平的新领导班子有关了 首先习近平新班子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人称霸终身执政 在七个常委里头 除了王沪宁和赵乐际留任之外 其他四个新常委 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或者爱将 包括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 换句话说 在中共最高决策圈子里 就他说了算 而且这七个常委里 除了丁薛祥才60岁相对比较年轻之外 其他每个人都是63岁到67岁之间 那五年过后 他们也都超过了70岁或者快70岁了 换句话说 习近平并没有指定接班人的打算 他打算继续终身连任下去 那未来会是铁打了席地流水的常委 新班子的第二个特点是 忠诚至上、服从至上 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 直接升到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 大概是引发最多外界争议的人选了 因为他在上海搞动态清零 搞的是天怒人怨、命不聊生 那次生灾害不知道夺走了多少人命 但是最后李强还是高升了 为什么呢? 只因为他排除一切困难执行习大大的意志 推动习大大的标志性政策 通过了中程度考核 所以就搭着直升机飞进了政治局常委 那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是一样的 他不但是习的亲信 跟习有20年的共识经验 他还遵照习的命令 去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开发计划 虽然他冷酷地驱逐了大批的所谓低端人口 引发强烈争议 但还是一样飞进了政治局常委 为什么? 因为忠诚跟听令 所以未来的中共决策圈里 只会剩下忠诚的亲信 跟服从的小绵羊 不会有人犯言直见 甚至没有人敢说 那些习近平不想听的真话 再来第三个特点是 这是个战斗班子 会不断的斗争海内外 这次二十大修改党章的时候 特别把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写进党章去 换句话说 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 将回到毛泽东年代的无所不斗 而且看看习近平的班子 习近平、蔡奇都是政治上的老战狼 他斗倒了无数的政敌和人民 王沪宁是习近平十年来的首席国师 所有的重大政策路线和政治口号 都是他在背后策划的 像《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所以王沪宁是意识形态的战狼 而且别忘了 外交部长王毅 他现在升任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 是中共最高级别的外交官 是外交上的战狼 那么一群好战斗狠的战狼聚在一起 你说会怎么样呢? 肯定是要到处咬人,对吧? 新班子的第四个特点是宣传洗脑、严密控制 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强行连任 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正绩可言 只有空洞虚无的建党一百年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及搞数据造假的脱贫攻坚 那简单说 他的伟大形象是吹出来的 不是干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 习近平只能更依赖媒体、教育等等的宣传工具 来帮他吹嘘宣传、洗脑人民 好营造出他好像真的有做出什么贡献 所以能够三连任 而且还要继续连任终身执政 所以他把王滬宁留下来 就是将来还需要仰仗他的意识形态宣传工程 来脑控人民 但是宣传总有人是不听不信的 所以他还要加大力度来监控 惩罚那些不听话、不相信政府的刁民 因此习近平过去十年来 不但把中国发展成监控大国 那全球十亿个监控摄像头 有超过一半都在中国 同时他还让自己的亲信王小红 掌控刀把子公安体系 就是要用司法机械暴力 来加强控制人民的思维言行 再来第五个特点 是政治与军事力量集结 加速准备出兵台海 我们要强调一点 中共什么时候会出兵台海 我们不清楚 但是习近平这次组织的领导班子 确实是针对台海作战而来的 首先政治局常委里头 习近平自己跟蔡琴 都是在福建工作十几年以上 跟很多台商打过交道 可以说是台湾通 蔡琪还在2012年去台湾走了七天 写了网络日记 还提到她的二舅就住在高雄等等 而且王沪宁现在可能接任政协主席 而政协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对台湾统战 所以王沪宁很可能会再对台湾推出一套新的理论 来合理化和加速中共的对台湾的进攻 再来看军方的部分 这次的两位军委副主席 张右侠虽然高龄72岁了 但还是被留任了 意味着习近平想借重他曾经跟越南打过实战的经验 来加强军方的实战部署与应变能力 另一位副主席何卫东他曾经是东部战区的司令员 台海就是在东部战区的范围之内 而且有媒体披露 8月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对台湾发动的封岛军演或者围台军演 背后就是何卫东一手策划的 换句话说 习近平应该已经要求何卫东 构思对台作战的新方案了 8月的封岛军演就是一次大胆的压力测试 另外中共的对台工作是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来负责的 这个小组的组长是习近平 副组长是政协主席出任 也就是很可能由王沪宁来担任 而第三把手的秘书长则是由外事办主任来担任 也就是会由王毅来担任 大家都知道王毅是外交部长 是长老级的战狼 但是王毅曾经在2008年到2013年之间出任国台办主任 换句话说 他对台湾事务也相当熟悉 所以习近平、王沪宁和王毅 这三批战狼主导对台工作 显然是要从理论上、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 都要全面调整对台的策略 要通过全方位的混合战来施压台湾 禁逼台湾 而且我们过去说过 美国这次对中共祭出的史上最严厉的芯片输出管制 不但会重创中共的半导体产业 还会让中共的军工产业研发与制造都陷入困顿 会拖累中共的军力发展 所以对中共来说 可能会带来一种玩打不如早打的压力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 他们跟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实力就会拉开差距 好 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这次习近平的新班子 确实是很鲜明的针对台湾而来的 那中共什么时候会出兵呢 我们不清楚 但是今年已经是几乎不可能了 而明年的几率应该也不高 毕竟习才刚刚连任 如果没有脑部疾病的话 他应该会先稳定内部的政局与经济 先稳住这场胜利 同时策划下一场对台海的胜利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就像我们过去说的 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 一定会把重心放到台湾这边 一定会备战台海 而且现在的政势看起来的确是如此 所以台湾跟美方一定要加速备战 加强备战 要向中共传达台湾人民捍卫家园的意志 才能让他们有所顾忌 不过我们从西班子的五个特点合起来看 也可以看出来 接下来中国势必走向朝鲜化和封建化 就像朝鲜一样 胖子独裁用人为亲 用大量的媒体宣传来神化伟大的领袖 同时又穷兵独武 对党内对海外不断的斗争恐吓 同时又高压的封控人民 封控言论等等 是不是这样 但是当习近平带领中国走向朝鲜化 也同样会让中国陷入跟朝鲜一样的风险与危机 哪些风险呢? 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 跟大家聊一聊 赞助我们这期节目的韩国脸康丸 尤其是有肺部疾病的 或者是有异味性皮肤炎的朋友们 请特别留意 脸康丸是韩国的韩医权威 脸康韩医院院长徐孝希研发的 传统的韩医理论认为 肺是五脏六腑之手 所以把肺调理好了 才能让身体健康去病 那韩医还发现 包括鼻炎、哮喘和严重的肺部疾病 以及皮肤炎等等 其实都是因为肺部的激热过多了 肺部不健康才导致的 因此徐院长认为 鼻炎、哮喘和异味性皮肤炎 就像是一个根上长出的三片叶子 只要把根治好了 那这三片病叶子就会消失 后来徐院长结合他几十年的经验与研究 用传统的中草药开发出铁康丸 在世界各地治愈了十六万名病患 那上次我说过 我以前也是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所以很清楚 这种过敏疾病有多痛苦 而且现在西医也还不能根治 只能靠裂固醇来抑制 那现在终于有人开发出了 不伤人体的传统疗法 而且还让十六万人恢复健康 那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所以我们跟扁康丸合作 分享这个信息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他们的网站 了解更多的资讯 那他们也提供 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 包括欧美、澳洲、日本、台湾、香港等地都有 那提供您做参考 好,我们回到节目 刚刚我们说 中国会走向朝鲜化 会有强人独裁、穷兵独武 和严控百姓等等的特点 但是同样会对中共带来风险与危机 首先,习近平大权独揽 那领导班子全是他的自己人 而且用人只讲忠诚 这意味着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 也没有人敢说他不喜欢的真话 所以就很可能让其得不到充分客观的资讯来判断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强人弱智现象 而且只听好消息没有坏消息 还会让他心里过度的自我膨胀 从而更容易误判局势 那未来很可能会做出更多错误的判断与决策 再来 多疑和焦虑等等心态 这样他的身心健康就会更受到影响 那未来他也就会更难冷静地理性地做决策了 还有,习近平这次的领导班子 把团派、江派和其他派系全部都踢出去 这等于是跟其他派系全面闹翻 那习派在党内等于是走向了孤立 所以习虽然目前取得战时的胜利 但是其他派系很可能会在私下集结起来 酝酿新的挑战与反扑 那中共内部的火山随时会找机会对习近平喷发 另外,习近平已经明确表明了 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他的动态清零和共同富裕政策 所以习近平连任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香港股市全线重挫了超过1000点 创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股价也是在开盘之后全面跳水 那这表明了习近平政权是以左倾的政治路线挂帅 是意识形态领政 而不是真的关心国际民生 让海外资本觉得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 随时都可能被共产 因此外资大举的逃离 那这也预告了中国经济将陷入昏迷的状态 因为习的领导班子缺乏经济良意 而且一切都是习说了算 但有良意也不一定有救 所以未来这两年 中国经济恐怕会相当悲观 此外 中共的动态清零不解除 但中国经济越来越萧条 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正在蓄积更强大的民怨与反抗 像日前北京才刚发生了四通桥事件的抗争行动 而且这股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文革要改革的抗争浪潮 正在向中国各地蔓延发酵 也就是说民间的抗争火苗已经点燃了 但是中共却还不断地对火苗添财交友 所以习的新任期不但会遭遇党内的反扑 还会遭遇中国人民的反扑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 就是习班子可能会因为太过自信了误判了台海局势 从而大举出兵 酿成军事冲突 所以美方最近不断的警告说 中共可能会提前动武 同时也对中共祭出越来越严厉的制裁行动 那就算习班子真的出兵 也不一定有胜算 而且美方很可能在盘算着 一旦中共真的出兵 那就顺势打残中共的军力 推翻习政权 这样至少可以维持西太平洋的20年稳定 当然这是我们不希望见到的 毕竟这会造成两岸人民的伤亡 最后简单说 虽然新的习班子会对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以及台湾带来更多的威胁与不安 但是与此同时 大权独揽的习班子 也会制造更多的危机与误判 让中共陷入更严峻的内外交易困境 加速中共走向穷途陌路 所以新时代的习王朝 不但会先将中国改造成西朝鲜帝国 同时还可能在总加速师的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 加速带领中共走向王朝 好 今天先聊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